起床了,起床了,明月 哈哈,它比我們起的還早 旁邊是菜市場 非常的草,但是等一下我們買菜就方便多了 這裡是海山鎮 是一個海島上面的一個小鎮 等一下去買點海鮮 洋芋其實還挺怕曬的 現在先熱一下車子 先把車子裡面給弄涼一點,等一下我們出去買個菜再回來 洋芋就不至於變成熱狗 旁邊剛好就是菜市場 建設車子 那些是餐廳 換車子 公式占車子 再推行 跑車子 上車子 跑車子 看高级约10,000点 大约10,000点 每个地方都跑过去 都是大约10,000点 这怎么卖 这15一斤 不知道要吃啥 感觉还是挺贵的 还是挺贵的 刚刚才该吃8.5 没有吃过 感觉非常非常的热闹 这边的市场大部分都是在卖海鲜 不过这边产海鲜的地方并不便宜 海鲜也并不便宜 有好多都是海里面野生的 刚刚去问了一下弹土鱼 我没有吃好不好吃 但是价格也挺高的 55块这一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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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很像 买不了菜 因为这边的人都不用问微信 而且有微信的想跟他套现 他也不愿意套现 因为你没跟他买菜吗 我跟他们说了 我说在他那里买一点水 我跟他套一点钱 他说 算了吧 还是没现金 不方便 对对对 这边也没有银行 我先把那些文章拿出 拿进来 然后我走了 走吧走吧 你去拿一下 但是我觉得那里海鲜很亮 真的很亮 再找找办法 原来像小海岛这边 一定要自己带现金 刚刚去套现金 感觉被骂了一样 感觉被骂了一样 因为当地人说的一些土话 感觉口气就跟骂得差不多的 没啥好说的 我们买海鲜卷 刚刚找到一家的话 看起来挺不错的 然后直接买了就走了吧 好吧 你问了人家那些海鲜 他微不微信 我问了 我问了 里面那些都是老伯伯 他们手机一般都不带的 所以这边卖海鲜的一般腐蚀性比较强 海边腐蚀性比较强 那边都不带手机 终于套到50块钱 多了人家不愿意 你是不是跟人家讲的语气吗 没有没有 我直接问他 我说可不可以帮我换一下 然后他感觉这边人 跟他收到钱 他就觉得我们是骗钱的一样 很屌 问了两三家 有一家终于问到一家 是我们昨天吃过的猪脚粉那边 不是猪脚饭那边 他们就愿意 认识我们吧 昨天我们刚来过 不过态度也很屌 哎呀算了 我们还先去 走吧 你去啊 一起去啊 走吧